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跑回来 那么这个跳回来当然是稳健的一手 不过现在如果被黑旗再抢占到拆二的大厂 白旗行事不容落贯 那么白旗肯定想走得更积极一点 白旗实战选择了这个点 这个点的意思想便宜黑旗一下 黑旗如果沾上 那么有了这个指的帮助 这颗旗暂时似乎得到了一些资源 那么白旗有可能就强行抢占下方的大厂 也通过这里的自估呢 来与黑旗一争胜负 对此呢 这个朴文轩也给予了这个坚决的这个反击 黑旗穿向眼 旗局呢 一下子马上就进入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状态了 穿向眼呢 我们知道这个俗话说得好 这个向眼既两行 就是白旗不管是这么贴 还是这么贴都是这个大叔手 那么不管怎么贴呢 都把这颗纸呢 给就是说碰伤了 那么前面的这个点呢 这步旗就是成为损招了 所以白旗呢也要反击 那么白旗现在呢也不能随便的去冲 这个冲也是舒适 那么黑旗就可以搬 你断呢 黑旗就冷静的长 有了这个长以后 白旗这里的旗形 显然呢就不是太好 就不是太好 因为明显的有靠段 这个外围呢 这个也有跳架的手段 这个白旗呢不太好 所以白旗在这里 也是争锋相对 走出了非常凶的一招 靠 这个两个人呢 这个谭不拢 这个就大打出手 这个也是现代围旗的这个潮流 这个 只要是不肯被对方先手便宜 总是呢 拥有这个反击的这个精神 那么旗局呢自然而然 就会变得呢 非常的这个混乱 靠如果黑旗走这个呢 那么白旗再冲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你打呢 它就长 这个也是一样 就变成复杂了 实际上呢也是走成这样 不过次序稍微有点不同 这个黑旗呢先虎 这个 跑 然后再挡住 白旗也只有断 双方可以说基本上是走上了这个 没有后退的这个道路 那么断了 黑旗先沾上 这个不能被白旗先手倒 然后这时候呢 黑旗白旗拐吃啊 白旗吃在这 虽然能够这个 呃吃掉黑旗一颗子 但是呢 这个本身呢 是呃给黑旗的借用太多 黑旗有这个打和这个打的借用 那么黑旗可以先在这里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刺 是先手 白旗已经不能粘了 粘了这一打就吃掉了 那么白旗如果提掉这个呢 黑旗再一冲断 这个白旗虽然中间提了一个纸变厚了 但是这个下方呢 这个损失啊 还是非常的大啊 非常大 这个白旗呢 呃不肯接受 不肯接受 所以白旗呢 拐打在这里啊 这里呢 虽然没有了借用 但是你拐打在这里的话啊 这个 你就吃不到黑旗了 黑旗呢 就要跑出来 嗯 白旗也跑啊 这个都是针锋相对的 然后黑旗冲 嗯 这时候呢 嗯 白旗呢 倒是有一个 嗯 和平一点的这个下方 那就是呢 先虎这个 嗯 那么黑旗势必要拐 然后呢 再虎这个啊 这样自身这块旗呢 嗯 暂时呢 不会有这个死活的问题啊 不会有死活的问题 不过把这里味道都走完了啊 这白旗这一带的先手都不见了的话呢 那么黑旗这一间 然后再虎这个 嗯 先不交换 让你这个头出不来 出不来呢 想先欺负一下这个 呃 黑旗这块旗啊 黑旗这块旗啊 嗯 也破坏这个白旗的要点啊 这个白旗旗行的要点 那么藏了以后呢 这块白旗呢 也处于一个没活的阶段 那么白旗呢 立下来啊 来杀这个黑旗啊 杀这个黑旗 其实就局部而言啊 这个白旗立了以后呢 黑旗这块旗啊 已经是死了 已经是死了 不过黑旗旗旗然扛长这个呢 他觉得呢 虽然我这块旗没活 但是你 你的这个外面呢 还是有很多毛病 也有很多可借用之处啊 黑旗认为呢 即使啊 就是说你能吃我 我弃给你 你呢 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鱼味 鱼味 黑旗觉得呢 这个气质 是可行的变化 那么怎么样 利用这个鱼味啊 这个呢 就是显示这个起手的功力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朴永逊是怎么呢 利用这些这个十指的 他先靠 这个呢 白旗要胡断 然后黑旗这时候 再把该走的次序先走掉 先扳一下 这个是比较巧妙的啊 现在扳的是先手 如果以后你直接去冲断啊 这个外围一旦白旗有气了以后 轮到白旗一扳呢 被白旗一打的话 这个黑旗啊 这个就气太短了啊 打完了以后 它还可以连扳的啊 收气的好手 这个黑旗等于就只有两气了 这个气呢 肯定就比较短啊 那如果胶这里扳着一下的话呢 你你只能打拔呢 这个至少我也剩下三气啊 这个跟气呢 也有关系 以后跟这个味道也有关系 所以说呢 这时候先扳一下 是好次序啊 它要先扳一下 这个是好的次序 白旗这时候只有打啊 由于这个几十线手只有打 然后在小间 这个是黑旗的线手 这里已经留下了啊 这个冲刺白旗这三颗子的 很大的这个余力 那么把这些线手便宜先走到以后呢 再从这里冲出来 寻求呢 这个味道啊 在冲之前呢 它先虎一下啊 做个烟 考验一下 这时候呢 白旗呢 小飞啊 是杀旗的这个妙手 如果拐这个 那它一团 这样就变成一个打截杀了 打截杀了 那么飞一个呢 这个是妙手 你如果虎这个呢 那它立 你防止不 你团这个 它可以吃进来 你要想防止它呢 只能靠 但是靠完以后呢 上面这个眼又不薄了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呢 飞比这个拐呢 杀呢 要好得多 不过黑旗虎到这一下呢 气呢相对也变长了 所以它再从这里冲出来 在外围呢 寻求这个借用 然后长 这时候呢 白旗吼啊 这个不能跳啊 跳以后有可能直接被冲死 这个吼一个啊 吼一个呢 黑旗先拐一下啊 先拐一下 拐完了呢 这个是先手啊 因为白旗如果不走呢 黑旗可以直接打了断 打了断 这个脚伤就已经出齐了 所以白旗还要补啊 由于有杀气的关系啊 白旗呢 呃 不能补在这 补在这本身 首先这个黑旗打了 还是先手 这个打了断的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 第二个呢 你补在这呢 没有紧住黑旗的气啊 这个以后出现对杀的话呢 这个气还是很关键 所以它呢白旗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啊 那么呃 暂时呢 黑旗是封不住这个白旗的 如果你去顶 这个呢 现在不行啊 想贴住它的气呢 由于这里啊 自身还有毛病 这个呢 白旗可以贴着 这样黑旗如果冲 白旗就斑 黑旗呢 这个连回去的话 白旗就一个一个站 这个 虽然你周围子利多呢 但是白旗依然呢 可以得个 从这个霞缝中呢 装出来 这个黑旗呢 这个不行啊 急忙来 杀这个白旗呢 稍微有点这个 着急了 那么所以现在呢 黑旗先冲这个 先冲这个 先把这三个子吃进来啊 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利益了 然后有了这步旗以后 下一步再顶这个就成立了 再顶了铁 这样就可以了啊 白旗 由于这里多了个子 白旗中间呢 没有借用了 所以呢 这个 这样走呢 就成立了 那么这时候呢 白旗当然呢 也需要补啊 那么把这个 藏出来 藏出来 捡出来啊 这一捡了 这个气就有了 那么黑旗这块旗 和这块对杀 肯定是气不够的 而白旗这外面 也跑出来了呢 这个黑旗 已经紧不住 白旗的气了 那么似乎啊 被这个白旗 一通猛攻以后 这块黑旗啊 如果就这么啊 死在了里面的话呢 那么这个肯定是 白旗呢 是成功的啊 成功的 这个可能谢尔豪呢 也是觉得这样呢 形式呢 就是不错了啊 不过在此呢 这个老道的朴永逊啊 相对于谢尔豪来说 老道的朴永逊啊 在这里啊 隐藏了一个 非常的手段啊 非常的手段 这个呢 可以呢 充分的利用这个石子啊 发挥了最高的这个效率 那么黑旗隐藏了什么手段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块旗啊 虽然是死了 但是呢 黑旗在这里 有一个顽强的 斑的手段 这个可能呢 是白旗啊 所忽略了 这顽强的一斑啊 这个 白旗呢 现在呢 不能净杀黑旗 由于这边的气比较紧 如果你想来净杀黑旗的话啊 爬 那么他就先靠一下 这个呢 是 黑旗先确保 这边的一个眼 然后呢 再一斑啊 由于这边的气呢 比较紧 白旗呢 很难呢 杀这个黑旗 你要走呢 白旗的气啊 这个比较紧 先吃一下 然后再斑这个啊 你如果吃呢 局部呢 就形成这个 把截了啊 把截了 这个白旗 黑旗在外面 也结财 现在立呢 也不行啊 这个气太紧了 白旗 黑旗呢 就可以爬这个 白旗呢 还是不行 所以说 直接从里面 想净杀他 现在 由于这边的 这脚上的气啊 太紧 不能呢 这个成立 那么白旗 只有外打 外打的时候呢 黑旗再 哎 顽强的做一个截 其实这个截啊 本身是挺奇怪的 就是说 白旗呢 不走的话 黑旗 下一步呢 走 还是一个截 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个 两手截 或者说 就是说 是个 缓一气截 缓一气截 但问题是呢 这个黑旗 现在呢 站着截材有力 在外面 这个截材有力啊 他下一步呢 他就不是 这么跟你打截了 他可能直接 开到里面来 把这个 白旗的脚啊 也牵扯进来 也就是说 白旗呢 并不是无忧的 那么如果 白旗啊 把这个 补一个呢 那么黑旗再跟白旗打呢 这样呢 白旗就成为这个 黑旗就成为一个 景气截 景气截 就不是缓席截了 所以这个白旗啊 依然呢 还是非常的 这个头疼啊 这黑旗这个手段呢 非常顽强 那么有了一个截以后 由于外面白旗 包括里面白旗 都有可能没活啊 这个截呢 白旗自身的负担呢 也呢 还是挺重的啊 也还是挺重的 所以白旗只能提 提呢 黑旗就渡过啊 这个是截裁 然后再提回来 这时候呢 白旗呢 这个 还是比较痛苦的啊 没有什么 找不到什么好的截裁啊 如果你在这闲一招啊 那么 黑旗一打 这个有可能呢 就把白旗呢 打爆了 黑旗站在这里的截裁 本身这个地方呢 也还有截裁啊 这一带 所以呢 这个 白旗呢 比较痛苦 白旗现在先找个小街 想在这里呢 找个 也价值一点的街 补外面的同时呢 积极一点 不过这个旗呢 黑旗也是非常的凶狠 直接呢 挤住啊 顽强撑住这个街 那么 白旗势必要提 提的话呢 黑旗就粘上 这个现在是结材 然后提 白旗呢 也冲一下 这个是 白旗的结材 提掉 那么黑旗呢 也断一下 然后再提过来啊 现在呢 白旗早节呢 就 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注意一下就是说 刚才这个葱呢 可能是结材 但是这个挤呢 就不一定是结材的啊 这个如果再断吃呢 和刚才吃的相比呢 这个里面就差了六亩 而这个外面呢 还差了好多 所以呢 这个葱是结材 但这个挤呢 就不是结材了 所以白旗现在呢 早节呢 比较困难 不过 虽然早节比较困难呢 但是这个旗呢 白旗 还是应该在这外面刑期 比如说呢 这个先张上 继续走下去 黑旗呢 现在也没有太明显的结材 因为他把这里的结材 用完了以后呢 现在这个地方呢 黑旗接下来大概也就只有 点的啊 这个结材 这个地方到底够不够啊 这个结够不够 能不能打上去 这个还是个 这个疑问啊 是个疑问 而你打上去的话 你点这个 即使白旗不硬了啊 这个黑旗走这个呢 那么白旗 由于这里已经走了一手 再把这个连回来啊 等于把这里呢 都吃得比较干净 这个旗转换呢 也是胜负啊 难说 可能是黑旗不错 但是呢 白旗还 这个旗还早 因为这一张以后 这几个字也连回来 你不能冲断了 冲断它可以吃 从这里吃下去 白旗无论如何呢 也应该呢 这样想啊 这样想 那么 白旗啊 看到黑旗这个 不见的是劫财 这时候呢 白旗呢 可以说走出了一个 本局的败招啊 他先冲了一个 这个冲呢 确实是非常的大啊 非常大 普通来说这个 直接呢 就把这个 黑旗呢 冲穿了 这个一般来说呢 是劫财啊 但是呢 在目前情况下 由于这里的战斗啊 非常的这个激烈 非常的激烈 那么呃 价值非常大 这个呢 是不是劫财 黑旗着急打不行 注意啊 着急打还是不行 这个就是说 你走这个白旗就转换啊 那么 你吃了这个以后呢 我把这个藏出来 和这两手呢 不见得打个大啊 可能那个冲出来更加的壮观一点 但是黑旗这时候啊 有什么呢 有续劫财的好手 他就 诶 打吃这个 这个可能是白旗啊 忽略了的啊 本身吃这个价值就挺大的啊 这里全吃了非常厚 关键吃了以后呢 马上这里就要诞生出呢 不少的劫财啊 这个是 给 白旗的致命一击啊 因为现在这个每一个劫财啊 这个是胜负的这个关键啊 由于黑旗要吃 所以白旗必须还得 还得必须呢 得先吃一下 那么吃完一下 不管你怎么补啊 这一代 这个黑旗啊 都会出现了这个劫财 那他有可能呢 就直接把你呢 打爆了 这里有 至少有两枚 就足以把白旗打爆 白旗是一枚都没有 那么白旗呢 只能赶快啊 来补呢 这里的毛病 补这个结 那么被这个被冲了以后 白旗这一代啊 就马上显示出啊 这个气井的毛病 然后黑旗再一点来追杀啊 这个白旗一下子啊 就是说可以完全是陷入了 黑旗这个气质的陷阱啊 这一点以后 这个非常的凶悍 白旗呢 很难抵挡 那么只能打 如果你尖了它还是冲 你还是扳不动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及时把这里吃了啊 这个结还没打完 那么这一块已经被黑旗 全盛起来 肯定不行 那么白旗也只有爬 黑旗顶 白旗呢 挡住啊 冲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被冲下去了 挡住 那么黑旗一断 现在这个白旗的气啊 是非常的紧 虽然白旗啊 能够杀得赢黑旗 这时候黑旗也就 没有结了啊 也不用找结了 沾上 虽然白旗呢 能够杀赢黑旗啊 能够通过这一般 藏一气 让黑旗吃不进来 但是呢 黑旗通过气质以后 在这个外围啊 多出了很多的借用 然后黑旗一打吃 白旗虽然把这一串吃掉了啊 但是黑旗把这个断开了以后 由于接下来 这个提啊 是先手 是吧 这个提也是先手 黑旗根据情况呢 还可以从这里打 从这里提的收气 这个呢 就是说黑旗呢 有了这个 种种的借用 那么打吃了以后 等于这块旗全活了 这里也厚了 那么白旗这三颗子啊 几乎就成了温中之鳖啊 这个呢 已经呢 属于是 实际上是 跑不掉了啊 跑不掉了 已经活不了了 到头来的 已经是黑旗在这里啊 通过气质 在这里啊 形成了一大块 这个石地 同时 把这个几个旗吃掉呢 收获呢 也是 非常的大 接下来 白旗 飞这个啊 想在这里活 但是这个呢 还是比较困难 黑旗就跳 因为白旗这一带跳呢 都是后手 我们说过这个提 由于提是先手 那么再一拆过来的话呢 这个白旗是不可能活 那么走这个呢 被这一跳呢 基本上呢 也活不了 因为黑旗跳在这里以后 这里的眼位丰富了 黑旗就可以用外面 外围的这个打持先手 打持提的先手 可以用这两个先手 那么这两个是先手的话呢 这个地方 黑旗实在就太厚了 白旗这个拐头 都是后手 那么如果你去挡住的话 这个它就被夹 这个旗反正要做活 是不太现实的 白旗只能是靠脚 靠段 在这里腾挪 在这里腾挪呢 那么黑旗呢 看清了这个形式 它去看清的形式呢 就给你呢 活一个小脚 黑旗选择的是打持 白旗立 黑旗叫吃 白旗吃呢 黑旗就提掉 就等于呢 黑旗在这里断了一个 就断了一个 那么由于 这个黑旗太厚啊 白旗在这边 如果装上这个的话呢 想在这个里面 活旗也不太现实啊 这个还是被一夹 这个肯定呢 也还是活不了 活不了 那么黑 结果白旗呢 只能够啊 从这里拐打 只能从这里拐打 那么黑旗这一叫吃 提掉 再一爬啊 这个二路爬回来以后呢 这一块啊 宣告呢 成为这个实地 那么这一块成为实地的话呢 明显是 黑旗啊 这个收获呢 要比白旗呢 大很多 大很多 虽然白旗吃掉了 黑旗这一块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个 明显是 黑旗吃的 全部都是这个虚控 白旗呢 只是把这个黑旗呢 抓了起来 那么当白旗再长这个的时候啊 由于这里 底下啊 已经跳了 黑旗呢 就可以非常厚实的 把这个吃 这个就是说 有了这个吃啊 有了这个提 以后啊 以后有这个提的先手的话呢 那么呢 可以说这里呢 完全呢 就成了实控 虽然这里被破了一些 但是黑旗回头 再一跳啊 当你冲的时候 它就一退 嗯 这个呢 就是说呢 黑旗 完整的 把这个控 全部围住了 全部围住了 同时呢 还吃掉了白旗这些 闪兵游泳啊 还吃了不少东西 那么这个结果呢 和拿这块控 和白旗的这一块 和这一块啊 相比呢 这个明显还是呢 黑旗啊 这个要便宜呢 很多 很多啊 也呢 就是说呢 通过这个战斗 黑旗通过弃掉这一块 获得了这边啊 而确定了 这盘旗的这个盛势啊 黑旗应该是一个大胜的局面 那么在这个战斗中呢 呃 谢尔豪呢 虽然可以说是计算精准啊 但是呢 在老道的朴永远面前呢 这个大局呢 有点的略逊了一筹啊 略逊了一筹 特别是这个抗士 必然先手的冲呢 成为败造啊 应该呢 在这里刑期 而黑旗含蓄的冲 造劫财啊 为这个打劫做准备呢 也是下得非常的这个 漂亮啊 下得非常的这个漂亮 最终结果呢 这个 呃 黑旗 呃 以大胜呢 而告终啊 那么在世界八强战争的比赛中呢 这个谢尔豪呢 显得还是稍微啊 智能了一点 不过也没关系 毕竟嘛 还是这个 是一个年轻的这个棋手啊 希望你 这个 未来呢 希望还是很大的 而经过这个 呃 朴文勋啊 的 弃子啊 也是给他上了一刻 以后 说不定呢 他对以后啊 对这个弃子的这个 呃 弃 蛆 蛇 与德呢 会有 更好的 这个体会啊 对他以后的这个成长之路呢 应该呢 也许会有 更大的这个帮助 那么赢了这盘棋以后呢 朴文勋也进入了这个 本届LG杯的啊 四强战 进入了世界四强 那么 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那么好的 今天的实际 呃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 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